我們來請王子出場了 歡迎 大家好 相當酷略你啊 那出場有練很久有想很久嗎 看起來很自然耶 沒有 我剛剛在後面突然想出來的 突然想出來了 對 你平常這樣穿哦 看情況有時候會做別的打扮 什麼意思 你不是都是這個搖滾裝扮 不是 因為有時候 如果要去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適合的場合 我會穿得正式一點 比方說 我總不能喝氣球也這樣穿吧 很難講 你今天來這裡就這樣穿了 對不對 你今天這樣穿是 想讓女生知道你的哪一個部分 就是說這個是你 譬如說個性裡面 還是說你生活裡面的一個嗜好 對 因為我看起來是比較文靜一點 但是私底下我其實是可以很開放 所以我希望說 可以讓公主們看到我最真實的一面 所以這個是搖滾的部分 還是說你平常會有一些 所謂的這個COSPLAY的打扮 對 也有 對 這個COSPLAY我大概已經玩了 有好一段時間了 但是 因為透過這個活動我可以發現說 我可以去試著嘗試更多的角色 可以嘗試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過程當中我可以發現說 其實我可以有非常多的 多元化的個性 OK 我們來請這個 這算是 這算是一個新興的合併行業 請他來做一個自我介紹 請 好 大家好 我叫許明仁 今年31歲 我的身高是170公分 體重68公斤 雙魚座A型 那我說話的速度可能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說有什麼聽不懂的話 歡迎隨時提醒我 那你就說慢一點 說慢一點 來 好 Rocker要慢慢的告訴大家 來 都齊全了 是的 我們的小卡片 為什麼是這位女孩 因為她給我的第一印象 感覺是比較溫柔 而且比較貼心一點 因為我的最近比較外放一些 所以我需要有一個 比較溫柔的女生 可以來幫我 保持住 保持住你這個外放的個性 對 實在看不出來是一個外放人 它很特別 對 而且她說我最近才變外放 所以她的性格會有點調動 對不對 隨時在變化嗎 你 對 其實我的興趣 是滿多元化的 大家看VCR都知道了 大家自己要Cue 好了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好 來 研究一下 來 薇婭 王子你好 我非常在意另一半的職業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過三十歲 怎麼還是會一個小小的保犬人員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 希望事業有成的男生 這個應該可以往上提升的 不能說是小小的 三十歲不小了 三十歲不小了 其實還是有機會 因為我們內部會試工作的表現情況 來決定說要不要繼續往上掉 我們會 還是有往上爬的機會 工作沒有大小啦 看他自己的狀態 對 而且有些人可能就希望 可以多一些自己的時間思考 或什麼之類的 對 來 孟兒 王子 你好 因為你剛剛出場的時候 我覺得你非常的活潑 而且非常的幽默 應該是女生會很喜歡的那一型 所以我覺得 在你周遭的女生 應該都會滿喜歡跟你聊天 跟相處 這對我來說 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安全感 而且加上你可能偏瘦 我比較喜歡偏胖的男生 偏瘦 所以這樣對女人還是瘦的 我好久沒聽到有人說我瘦了 真的假的 你六十八對不對 對 六十八公斤偏瘦啊 對 我喜歡再肉一點 因為 對 他說他剛剛要找一個微胖 微胖的男生 你不要脫了 拜託 我以為你要脫 你冷靜一點 他說他微胖 對 所以你離微胖是有一段距離 那恭喜你 你是瘦的 好 這個倒是真的 好久沒聽到這句話了 所以你看來這邊開心吧 有這樣的感受 來 雪莉 那個王子 你好 那我覺得就是王子 他是擔任保全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保全的工作 他很多危機的應變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覺得還滿欣賞他這一個能力 所以我想要就是就留燈 想要看王子的生活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王子的生活 我的外表呢 看起來比較木讀 以前的我是個宅男 為了做出改變 於是我開始接觸跳舞 接觸跳舞之後呢 我發現自己有了很大的改變 個性變得比較開朗了 勇於展現自我 比較敢跟人說話 或許我跳的可能沒有很好 但是透過律動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觸見自己的心跳 很顧犧牲 我才知道 原來認真活著 是一件這麼好的事情 我喜歡到處去體會 不同的人文風情 欣賞各地的美景 最遠曾經到過歐洲 最長去的地方是日本 我的個性比較兩極化 我可以很安靜的 在書店做一個獎 也可以用一些 比較瘋狂的方式 來展現自我 比方說 Posplay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一個 能夠接受我這樣 多變個性的女愛 認識我之後 你會有更多不同的體驗 好 王子 剛剛有看到哪幾位滅燈 你想要了解一下 他們滅燈的原因嗎 你可以自己點 好 那我想問一下雪莉 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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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子 你好 那我覺得就是 實際上我 我覺得就是Cosplay的部分 就是王子他 我很擔心 會不會就是人格分裂之類 就是會不一樣 守火入魔 對 因為我還滿怕兩極化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還是就 對 就不好 安全起見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放心 其實我現實跟Cosplay 是分得很清楚的 而且這個活動 其實我很久沒有玩了 很久沒有玩了 對 這個我們剛剛有看到的照片 大概是 有些已經超過十年了 超過十年 我剛剛有看到怪異黑傑克 那時候最喜歡 好酷喔 而且其實透過Cosplay 我可以延伸出更多的興趣 比方說我曾經有一次在 開刀 做古裝的人物 對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去拜師學醫去學武術 是喔 為了要讓自己更像這個人物 而且武術對我的工作也是有幫助 他講到Cosplay有多開心多投入 其實這樣感覺起來 這個王是一個很熱血的人 我真的我個人好奇 一套大概要多少錢 其實不一定 看角色精緻的程度 如果說好的話 甚至五位數 六位數都有可能 哇 幾千萬 萬 或者十幾萬 都有可能 哇 但是我的黑傑克 根本不到一千塊 黑傑克 早說嘛你 傑克的造型比較簡單 就是西裝加個披風 對 然後弄個頭髮對不對 反而是化妝比較累 對 化妝比較麻煩 好 還有什麼人你想了解他們的狀況 對 當然 最後我們還是要了解 亮燈的是小敏 對不對 小敏對Cosplay這個部分 會不會有距離感 或者是不了解這些東西 這部分我沒有在研究 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其實有在玩 就是很迷人那種 所以你不會覺得奇怪對不對 對 但是我也不喜歡說 他太沉迷在這方面 其實我比較在意說 他後續會不會在往上進修 或是說 多充實自己這一方面 但是我有看到他在跳舞 因為我本身就是假日其實也有 所以 你跳的是國標 還是流行的還是什麼的 跟他一樣隨便亂跳 隨便亂跳 有去學嗎 就會跟著朋友去 他沒有隨便亂跳 他其實跳得很認真耶 妳是怎麼樣 妳是看到他覺得亂跳 沒有 我剛好笑 沒有什麼節奏 好 這個部分不錯 妳想要了解嗎 這個譬如說未來這個發展 對 妳自己未來的規劃呢 就是當然 因為就像剛剛公主所說到的 我現在必須要開始 更加為自己做打算 那我相信說 充實自我是永遠不嫌晚 而且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 所以不管到什麼時候 我還是會繼續維持說 我這種多元化的興趣跟個性 可以靜也可以動 那不管到什麼時候我都要做我自己 好 那我們就來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誰推薦你 我媽媽 媽媽 媽媽要推薦 剛剛看到影片中很多 跟媽媽出去玩的 是 所以跟媽媽非常親 對 OK 好啦 我們來看看王子的推薦 請看 大家好 我是許明仁的媽媽 今天跟大家推薦許明仁 明仁是一個很乖巧的孩子 在家裡都會幫我做家事 碰到我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更是主動幫忙 讓我感到很窩心 然後她在外院的時候 表現也非常有愛心 像有一會兒在醫院的後面 就碰到一個螺泥被水溝蓋卡住了 她就幫忙了推 推到醫院門口 由這個地方看來 我更了解 她是一個很積極 想要幫助別人的人 讓我感到很放心 這個孩子非常的善良 希望她能夠有一個 能夠談得來的一向朋友 妳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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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感動對不對 很感動 而且很激動 因為想到媽媽就有點... 激動 因為媽媽誠懇的推薦 讓她... 她跟媽媽的感情真的很好 很親密 媽媽今天有來嗎 沒有 因為她不適合坐太久 不適合久坐 OK 真的是乖孩子 好 因為媽媽的推薦 所以現場還有一盞燈是亮的 對嗎 謝謝 好 請王子牽著小明的手來到中間 請留步 太有趣了 這個... 我們大家一直在想前面 前半段 大家都被她這個Cosplay 有一點困住了 她覺得年輕人玩還好 對 已經三十歲了嘛 還在玩 結果這也是她年輕的回憶 一開始妳有沒有被這件事情 稍微心裡面有在猶豫 其實說真的有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她出場的樣子 妳還可以留燈留到現在 對 先先說妳的疑惑 然後再告訴我們 為什麼妳最後有留燈 妳一開始不太喜歡她出場的樣子 什麼東西讓妳一直沒有把它滅掉呢 但是因為我覺得其實她笑容還滿 滿誠懇的 後來就是可能看到自己有同樣 就是有運動那個嗜好 就覺得說其實可以交流看看 再來就是可能媽媽推薦 其實她是一個很孝順的小孩 媽媽推薦有加分 對 她現在又愛心 幫忙人家 就是覺得就是可以做個朋友 就是認識 而且最後發現 原來她玩Cosplay是十年前的事 對 好家大雞 我真的很擔心 我放鬆了一口氣 其實現在不完了 年輕不懂事 年輕不懂事 這有什麼關係 年輕不懂事才可以嘗試更多 而且那個都是過程 我就是有成長的經驗 而且說好說好玩Cosplay 有什麼不對 又不會傷害自己 也不會到連自己 能夠全心全意做一件事情 是很好玩的 對 那是一種熱情 王子 剛剛你的感動 除了看到媽媽 有沒有看到一盞明燈為你亮的 特別激動 其實還是很高興 對 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讚啦 恭喜兩位 在一起去約會吧 在一起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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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小小小小 我和你 從做不完的星期 在一起 有接台灣 有接了 王子其實很有趣的 對 他是一個還滿單純的心態 對 很可愛 在自己有趣的世界裡 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女生 跟她分享了 是的 太棒了 恭喜 恭喜 雖然到最後只剩下他一個燈 但是我還是很高興說 有這個緣分可以跟他配對成功 說不定就是像人家講的 該是我的就跑不掉了 好 歡迎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紹 請看 大家好 我叫李維翰 今年29歲 我現在是一個補習班的 教學輔導組長 我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幫助孩子做生涯上的規劃 心靈輔導上的諮詢 以及做課程的安排 簡單來說 他們在補習班出了大小困難 我都要處理 我就是他們在補習班裡面的監護人 這份工作讓我更懂得如何照顧人 希望今天過後可以讓我照顧你 補教業的 對啊 我在以前對補教業的印象 就是很嚴格 很兇 而且覺得學生都很辛苦 都要回到半夜 對啊 可是現在好像是 另外一種方式了 對 而且他這個是生活輔導長 感覺他的工作內容更不一樣 研究一下 歡迎王子出場 歡迎 我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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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想想打掛 行男補教業王子 一百八十公分 玉樹凌峰 斯文外表下 有一顆ROCK的心 女孩們掌聲加強